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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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就是香山论坛 之前每一年 每一年 美国和中国都会因为国防军事防务 就会在北京主办香山论坛 因为疫情期间停办了三年之后 决定在10月29日至31日 在北京再次举行第十届的香山论坛 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接受中国的邀请 将派人出席 报道认为这个是美国和中国的军事人员 最重要的接触 也都是有可能回乱 不过美方派出的官员 不会是中方邀请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星期四昨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报道 华盛顿一直希望恢复与中国的军事交流 北京已经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出席第十届的北京香山论坛 这个可能表示北京当局有意改善关系 但报道指奥斯丁是不会参加的 当然你问五国大楼 五国大楼就说 洛健有机会在香山论坛 和中国商讨双方沟通的机制 希望确保双方沟通机制 及危险沟通管道开放的可靠 大声明并未宣布中国邀请哪些美国官员参加 也都未说明究竟美国会派什么人参加 上一次香山论坛的举行 当时美国就派遣时任的国防部长助理 部长的斯丁德出席 今年应该是斯丁德 做用前美国官员的身份出席 而根本上由19年之后 中国即使和美国怎样沟通都好 军方已读不回 下三个字我真的不要说了 就是说其实美国邀请中国的军方对话 由当日的魏凤和到之前的李尚福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不停 美国会作出邀请 无非的就是不要误盘 因为现在南海东海 甚至台海三海的局势紧张 很容易拆枪走火 你对于美国来说 最重要的是画红线 说清说错 结果中国已经知识了美国的意图 就是你来跟我说 你就打算大人打小孩 就是你欺骗我 你跟我说 我有多少艘船 我们的航母进去哪里 你千万不要动手 所以中国是从来都不回应 因为他觉得多余 就是见到你就给你教训 那你来做什么呢 但是也都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出了问题 内外交战尤其习近平他所做的事情 左右摇摆举旗不定 令到中国的外交军事出现了极大的严重性 这样在这里不得不和美国在某方面协调 当然了其实今年的8月已经是双方曾经接触过的 当时不肯在北京举行 也都不肯在美国的地区举行 当时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长 副参谋长徐喜宁在非制出席 印太防长会议期间 已经和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辉利洛会晤 就是当日没有真正的一些这样的叫做声明 就是联合声明是没有吵的 而举行这一次的防长 大家见面参谋长互相见面的时候 也都没有报道的 直到之后9月头才真正出到这些东西 就是说这一次的初次接触 只不过是叫做大家试探式 这一次中国是正式邀请你 那你问为什么美国国防部长不去 那其实在国际关系 是一个对等形式 你邀请我来 我奥斯汀来 你先找谁去见我 你现在没有了个国防部长李尚福啊 大哥 那你找什么来应对我 难道你找个低级的一些来见我 还是你打算找张又俠 即是说军委副主席 如果不是的话 这样一个不对等的会议 在国际上 即使你会出善意 你一定要有相关大家身份重量 差不多的人出现 今时今日 你见不到中国 找到哪一个顶替李尚福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李尚福不出席 那奥斯汀也都不出席 那至于为什么还没确定到 美国哪一个军方人选会来 因为他们都要看一下 你的牌面是什么 你出的 是副国防部长 是参谋长 是哪一个职级 然后他就会用相对的职级 来回应你 这个才是现在他们要做的事情 有时候 世界就是这么吊诡 你想谈的时候 人家都不同 现在美国很简单 因为美国已经看通了中国 所有所有的套路 他也知道 现在中国的解放军 根本上因为内乱 即是内部的问题 甚至贪污腐败 你的军事力量 是不是真的打得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移民 是这样的话 你看到 之前美国都很急 现在 皇帝不急 太监不急 但是怎么也好 现在台湾很紧张 尤其是什么 尤其出现了的 就是以巴之战 很多人 现在就将以色列和哈马斯 更重要的就是南北韩 还有的 是俄罗斯 和沃克兰 接着就到台湾 即是阴谋论间 就说中国是幕后黑手 四条战线 开着来打 那当然了 我不信 虽然习近平 整天都说为世界指名方向 但是我不信 下一节 回来和大家 讲四条战线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订阅 科金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patreon 但Virondina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